星期六的天气南北两样晴 北台湾一早突然变天 天色昏暗还开始刮风下雨 气象局表示这是因为封面接近 对流云系的影响 有些地区甚至还出现打春雷的情况 六号晚间到七号上半天 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 可能还会有局部雷雨或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预见要等到周日七号下半天开始 封面通过 降雨的区域才会缩小 但警戒人来的东北季风增强 气温也会跟着转凉 刮风刮到伞都拿不闻 雨势也越来越大 天气说变就变 北部一早八点多 天色突然变昏暗 还以为是不是台风要来了 不少网友也在气象局长 正名点的脸书回报各地情况 宜兰天空乌云笼罩 新北市板桥网窗位望去也一片黑 还有民众拍到连远方的观音山 林口台地也被厚厚的云层挡住都看不到 气象局表示因为周六封面接近 北台湾雨势将持续到周日 那封面的前缘 其实有些对流云系正在发展当中 所以今天在北部地区 很多地方都有陆陆续下起震雨的一个情形 那对流刚发展 然后并且一路陆地的这一段期间 那有时候可能会伴随一些雷击 以及强阵风的一个现象 周六降雨区域 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会有局部雷雨或较大雨是周日上半天 封面通过转为东北季风影响的天气 降雨范围缩小到北部和东北部 阴凉天气会持续到10号下周三 那中南部地区则是云量比较偏多 那如果说华南那边还有一些云系东移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可能在中南部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形 至于气温方面 北部这几天都只有15-16度左右 中南部日夜温差较大几乎都有10度上下 东部气温则落在19-26度之间 这几天除了要攜带雨具 早晚偏凉也要添加保暖遗物 记者之前干人电台报道